这是什么?要干什么用的? 只有两个,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说话 古人把这个面相学 嘴巴叫出纳观 由此我们可以引入这个相学 后面的课程,我们讲这个语言文字,说话 出纳,现在我们一说这个词 就用在财务方面 实际上人事,业务都需要出纳 一个进一个出纳 这个经济年代,人它狭义 这个吃进去的是食物,说出来的是话 表达的是你的情感思想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你这张词,天上有个星秀 叫滋火猴 叫滋星秀 那个滋 它就是一个性子极 它是偏向于凶多即少的这么一个星秀 的意义 可以提醒你什么? 为什么就一张嘴 两个耳朵 多听 少说 就包括眼睛,眉毛,鼻孔都有两个 而且这个嘴巴是在最下面的位置 所以你很多的病 很多的这个 就是 祸 都是它闯出来的 不管任何事情 遇到 第一个 先闭嘴 先让你愿化 三思而后行 谨言而慎行 就是让你先静而后动 它的地位是最低的 它是办事员而出纳的 它的头部是最低的 吃东西 你要会吃 对吧 不能什么都吃 这是第一关 但是后面还是要蹭蹭把关 但是你这个 看门的 没有 那你出了问题 那一个一个公司 一个保安 也是它 对吧 你 近来来往往 社会闲杂人的 那你出的问题 那就大了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有把门的 包括说话 你是随便说的吗 信口开河 随心所欲 对吧 考试心非 表里不一 全是他的问题 那他是有他指控的 你要配合的好 我很佩服一个主持人 叫曹启泰 他就是不停的说 不停的说 因为他是主持人嘛 如果干别的 可能他就不合格 但是在这个行业 他是因为台湾的主持人 曾经他的幽默 说三句话就能给人逗笑 他的幽默都是带有深意的 深沉的 你去看很多很多他之前的节目 他也被封杀了很多因此 但是还是我心目当中的 所谓偶像 也算得上 这一个 方面的 包括 之前的 你看这个 余丹老师 他文采飞扬 虽然他解释 很多人 后来 有所批判 并非原意 但是他这个 就是文采这方面 不得不 包括老师 曾世强 对吧 那嘴巴的修养 要非常注意 谢谢大家